啊哈 找到了我們顏色星焰 是因為我們在顏色色彩模式 我們選擇超星焰 那怎麼預設是超星焰呢 所以我們可以還可以 啊哈 我們找到了我們顏色色彩模式 我們可以來調整 啊哈 我們來到了 啊哈 我們終於可以來調整 我們色彩超星焰的模式 啊哈 我們終於來 啊哈 我們終於可以來調整我們的 啊哈 我們終於可以來調整我們顏色色彩模式 我們剛剛說超星焰 因為它現在預設就是一個超星焰的模式 超星焰下面還有一個星焰 所以為什麼預設是超星焰呢 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把它調回標準 讓它變成一個正常一點的顏色 那下面還有 但下面還有一個進 但下面還有一個進階設定 我們可以來調整我們是色彩空間 但下面還有一個進階的 但標準下面還有一個進階設定 它可以來調整我們色彩空間 是SRGB還是DCIP3 我們的RGB色溫 什麼鬼的全部都可以調 超多東西可以調 Gamma也可以調耶 那我們標準下面還有一個進階設定 這進階設定是一個進階的設定 那我們標準下面還有一個進階設定 這進階設定下面可以來挑選我們色彩空間 DCIP3還是SRGB 有我們RGB拉感 色相飽和度跟我們的 數值對比跟Gamma曲線 真的是超多東西可以調 超帥氣的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可以調整Gami Gamma曲線的手機耶 哇塞 那這標準 那這標準顏色下面還有一個叫做進階設定 那這個進階設定 我們就可以來自由挑選我們色彩空間 DCIP3還是SRGB RGB的拉感 我們的色相飽和度跟數值 還有對比跟Gamma曲線 第一次看到有Gamma曲線可以調整的手機耶 太帥氣了吧 接著把Gamma曲線放在一起 TAKK